大家好 大家好 那麼快 又到我們 十二生肖 2023 套年運程的 最後一集 我們即是說已經講了三集 就講了九個 九隻生肖 現在對第十隻出場 第十隻出場 就是熟雞的朋友 熟雞的朋友 熟雞的朋友 明年就一般 那些星是認真 不是很漂亮 因為事實上他都是貌有充的 充太歲的 是 正充太歲 所以 熟雞的朋友明年 應該安守本分 平穩過度 讓自己當休息年 平日辛苦 平日辛苦 博開的 明年就休息 休息一休 對不對 那說到 熟馬 有機會徒勞無功 熟雞的 更加徒勞無功 熟雞那些 第一樣 他命中沒有主星 他是充太歲 那充太歲 一般來說 都是比較兇險些的 一般來說 都很兇險些的 因為太歲 就是最兇的 那你就充上去 是啊 你真是罵他打架 是啊 當然是兇險 對不對 他新官上任 三把火 你真是聰明教他 你真是不行 你真是 那變成熟雞的朋友 明年來講 他的星的影質 全部都不會漂亮 他一定有歲婆星 歲婆星 跟太歲相聰 有大浩瀾 肝災 全部都是困難的星 所以 熟雞的朋友 如果是投資界的朋友 應該要保守一點點 對 因為他的大浩瀾 是代表輸多贏少的意思 我們叫 而蘭光 就是說 都是比較困難的一年 我們叫做 就算我們去橫觀 看看2023年的社會氣氛 都是覺得困難的一年 所以熟雞的朋友 你想去好勇 做些事出來 可能都是有些阻滯 是 這些 所以變成了 盡量 就是投資要保守 是 因為他有這個大浩瀾 如果你說 平時有些什麼 想買的 不捨得的 就趁自己犯太歲 要買的 沒錯 沒錯 做攝影 就是 換車 或者 玩攝影的朋友 買機 賣新機 想換一部相機很久 適合自己熟雞 不如 明年 Nikon Z8 Andy Sir去介紹 對 即是換了一部機 拍一些漂亮的相片 大家都開心 是不是有價值 知道沒有些錢 就實在哪裏 沒錯 反正都大號 如果不是的 我們叫做無端端 就是買一隻股票 輸幾皮 那不是很好 不如換一套 不如換一套 假餐好過 假餐去 自己 想出來 有些滿足感 也挺開心 反正 今年不換 明年也不換 這些東西是生癢的 很多時候看時間 所以我們有時候 為何元學 都 是給大家時間的戒拉 即是哪個時間做什麼 是好的 沒錯 你反正都要做 即是變成 這個就是 為何有時候元學的知識 都是重要的 就是這個意思 是啊 你知道自己 有這些星 會有這樣的情形出現 那你就 反正都是要 計劃做了它 計劃做了它 是不是 沒有個不知道 突然間發生什麼事 好過選出其他東西都沒有 無理頭 那就沒有了 你反正都沒有了 是吧 沒錯 是啊 那麼 它覺得蘭剛呢 就代表困難 就是蘭剛星 我們叫做 所以這些星 進了個命裡 現在它一堆星 都在說 都是做事啊 可能會不成功啊 甚至乎 或者會失敗啊 那麼 不如我們叫做 平平穩穩過度 一定算數 沒錯 那如果想轉工的朋友呢 熟雞那些呢 我就奉勸啊 那就是寧願守一年啊 寧願 因為逢是大號入病呢 你轉工呢 可能你賺的錢 更少了 更少了 以前也不一定的 是 就算呢 不是啊師傅 如果我那份人工高 現在我才會離開 那我就告訴你 蘭剛 很困難啊 蘭剛的意思 隨時你轉了過去 可能你三個月 就被人繞出來 有機會的 所以 十分鐘你自己不想做 沒錯 或者是真的很難 你兩樣都有機會 所以呢 即是說 不如 留在這裏 是啊 如果做得好地地 留在這裏 就是一般有些坊間的朋友啊 跟我說啊 不是啊 師傅告訴我 我聽范太歲啊 轉工認了他啊 我就這麼說 今年范太歲的朋友 就不應該這麼說 是 因為這個星象不同 不是一樣的 所以這方面呢 就一定要注意 這方面 我們要 所以呢 熟雞的朋友 拜了太歲 是 一定要拜了太歲 有時候就是捐血 甚至乎我們叫做 做善事幫人 一得解三災啊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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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鳳姐一句啦 熟雞的朋友 明年呢 疑守 就不疑動了 是 動親就生災啊 沒錯 那就注意一下 這個我們叫做 好啦 跟著呢 到熟狗的朋友 是 熟狗的朋友來講呢 明年呢 就只未農得水 又昔日命了 即是假話給你聽 原來呢 人生來講呢 你首要條件 搞好你的人際關係 嗯 衰俠是代表呢 跟別人合作啊 一起一起去做啊 一起合作去做啊 如果那些人際關係一好的 那你一起去做呢 你去贏便大咯 那紫未農得 是一些貴人來的 貴人生啊 貴人生來的嘛 大升 是的 你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做得好啊 一起合作去做啊 那你便無往而不利咯 嗯 那其實熟狗的朋友呢 他要處於什麼呢 原來呢 他講來講去呢 就是說呢 明年他的人事的變化是大啊 嗯 是大啊 而是控制不到那些人事的問題 我們叫做 是一家公司 原本呢 是呀 公司裡面 原本呢 和阿頭幾好的 那突然間阿頭又說轉工走了 那你就死了 你便無了貴人 那那些伙計 我們就說持工不做 那你做過去啊 是不是呢 那所以呢 熟狗的朋友來講呢 明年呢 最難搞呢 都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和人事上的變化的關係 他是最難搞的這件事 我們叫做 那所以呢 我們叫做 就怎麼說呢 就盡量我們叫做和諧和諧咯 做老闆的 就臨之以一 就私之與威咯 我們叫做 是不是呢 那做上司呢 有時鬆一點就鬆一點咯 有時要抓緊就緊一點咯 因威並重的 就容易成功那些 我們叫做 是不是呢 那如果你說你打工的 那我就告訴你咯 那跟你同事啊 就是有時出去吃飯啊 那如果你真是 萬一不幸運經濟不好 你沒事做的 紫苗和諧就是你的同事來的 過來那邊公司做啊 是 那有些幫助 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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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咯 所以呢 熟狗那些呢 最主要呢 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嗯 做得這方面好的 那一切就順順了 碰了 碰了 這些咯 那我們叫做 那他就 我們叫做怎麼說呢 那他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只不過就是說 他又不會有什麼大病痛啊 又不會有什麼問題存在的 是 那只不過就是說 如果牽涉到利益的問題啊 錢金的問題啊 就小心處理一下就可以了 這些聲 我們叫做 是 好了 到了豬 最後你了 豬仔出場了 是 那隻豬呢 就明年呢 又是麻麻煩煩那些生肖來的 我們叫做 我看沒有吉星 是啊 他又沒有吉星 沒有吉星啊 我們叫做 是 那他最難頂什麼呢 就是 寺貝白虎 嗯 原則上他叫做犯白虎 那白虎就難道的 在 術數來講呢 這顆星呢 就最麻煩的 白虎 他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真人富貴 現人行的 是 那你做得好的 他又不抵得 又不抵得 不識做 他又嫌你不識做 他又嫌你差 他又嫌你差 跟著呢 他當面就不說你 就在背後說這個 那我相信呢 那我相信呢 這些說話說出來呢 身邊有很多朋友呢 很多 都感受到 是啊 大部分的大機構啊 啊 政府部員啊 全部都是搞這些 全部都是搞這些 這些政治事 就很難玩的 這些我們叫做 這些 那所以呢 屬豬的朋友呢 如果喜歡拍照呢 給我一個意見咯 那就是 我們叫做 出拍照就算咯 是啊 是啊 放開心情 放開心情 啊 玩一下算 哎 最多人家托你背脊 都是說 你張照片得這麼漂亮的 有些人說 哎呀 認識我不夠啊 是啊 那無關同樣 啊 那這些 這些就是當善意的批評 沒錯 那我們叫做 下次就應該想注意一下這些部分 是否真的不行 是 反而這些 這些托背脊是非 可能對自己有幫助 是 沒錯 我們叫做 將化這個 這個淚氣為場 是啊 沒錯 是啊 我們叫做 那所以呢 他做事呢 就是這樣說 他天紅星 那做事呢 我們叫做 我們叫做 熟豬的朋友呢 明天早點低調些 那低調呢 可以避免了一些 是是非非的 是 那做人謙口呢 就是這樣說 就是這樣說 謙受益 沒錯 沒錯 我們叫做 就算拍了漂亮的照片出來也好 哎呀 父鹿剛剛的光源剛剛好 那樣 唉 我都說 你真謙虛 我都要跟你學 沒錯 沒錯 那所以 熟豬的朋友呢 我們怎麼說呢 就是說 春天做事呢 就低調 我們叫做 那有時候 人與人之間 說什麼 左意入右意出 就不要放在心裡 也都不要勞氣 我們叫做這些 那因為呢 他說呢 你聽了些東西之後呢 你覺得自己不是這樣的 那你又想轉工 又想走 我們叫做 始終來講 就是這一兩年呢 在術數界來講呢 都提供經濟 是沒有那麼快 就是 是沒有那麼快 好的 那如果你說 暫時你份工都幾好 有時候 就是這個世界 就是不招人道是融財 什麼都有人說 對 什麼都有人說 對 不要那麼介意 就是啦 就是做好自己 找些興趣玩一下 那我們就說 那 有一年過了就算了 是 所以不用勞氣 就是我們叫做來講 那 就是這樣說 萬一真的不開心 找工的 大膽講他啦 屬豬的朋友 明年一找工就找到了 嗯 那也好事啊 不過就 不過就 不鼓勵 就是 不鼓勵 亂轉工 對啦 不鼓勵亂轉工 自己怒氣啊 自己下來激氣啊 那就是什麼 我們叫做 如果真的 現在已經感受到 方榮講的事情 是這樣的 屬豬的朋友已經感受到了 搞個方法給你 325號經濟 去打笑人 是 打完就開心 對 打笑人是好東西來的 打完就開心 明年就開心 就算了 好了 那我們 講完了 終於 十二神肖就講完了 那我們這集就完啦 那未完之前呢 就 希望大家呢 就 幫手點讚啦 就算 沒話說 在下面留個公仔 因為這樣 是幫我們推一條片 多些人看的 另外呢 我們十二生肖就講完了 如果這幾條片 反映好 諸如此類 師傅不嫌棄我的話 那我們可能呢 在明年呢 過年時候 或者呢 就教大家 擺一些風水擺設 九公飛升 就是 很多人呢 一年頭呢 都會覺得 哪些好位啊 哪些衰位啊 諸如此類 很多的啦 但是問題是 方師傅呢 有方師傅的方法啦 大家這幾集都看到 方師傅 嗯 厲害的 因為他其實就不是我們攝影界的人 他 他都可以用術數 即是說到 我們攝影可以有些什麼幫助 諸如此類 那 譬如家居的風水呢 其實現在 這些年頭呢 很多人都懂少少的了 但有時懂少少呢 就很容易擺錯東西 還衰喔 那所以呢 我們會 希望 即是如果大家 真是 對這幾條片 真是 真是 我覺得 合理的 有多些人看啊 多些like啊 諸如此類呢 那我就繼續 找師傅來 講一些風水命理的東西啦 甚至乎掌相啊 即是這些知識呢 是無價的 但是現在呢 就因為啊 師傅 嗯 即是 已經是一個 即是 不需要 不需要 用這些 即是太過注重賺錢 希望可以傳授給大家 才找到他來講的 那大家如果 如果連 就是少少的鼓勵啊 少少的讚賞啊 少少的share 給外面 讓我們多些人看 都不做呢 那師傅 就不如休息 去喝茶啦 因為師傅呢 其實已經是 閒雲夜學 探茶 和朋友 聊天的時代來的 那我是 即是 硬硬把他出來 勞碌他 做少少事 那他又肯 又肯做 又肯將 不生的知識 告訴大家 所以呢 大家應該是 幫幫忙啦 是啊 認同 我們所講的 下面給個公仔啦 是啊 給個like 給個公仔 讓我們這條片 推送 多些人看 那我們才有 有心有力 繼續拍下去 是啊 是啊 好啦 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